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里大家都说了哪些有拉的句子 对了 腊八蒜泡好了 上饺子了 除了腌腊八蒜 我们还要煮腊八粥 煮粥的时候姐姐说 多放点芝麻吧 这里的八也是一个语气助词 它用在起始句的末尾 表示请求或者建议别人做某事 有缓和语气的作用 比如 腊八蒜腌好了 弟弟说 大家来吃吧 这是邀请 建议大家一起尝一尝腊八蒜 大家看 外婆做了很多好吃的 你想对小姑娘说什么呢 是的 快吃吧 大家看 这个小朋友在跑步 他跑得很累 你想让他休息一下 你可以和他说 休息一下吧 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好了 同学们 这个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玉玲小明说故事 谢谢大家 这个知识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